彩虹岛上的友谊花 从前在彩虹岛上 有一片美丽的花园 里面开满了各种旋丽的花朵 这片花园的中心是一朵特别的花 叫做友谊花 友谊花开着五颜六色的花瓣 每一半都代表着一种友谊的品质 在彩虹岛上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动物 它们都是花园的守护者 有小兔子、小狐狸、小鸟儿和小松鼠 它们每天都会聚在一起 互相玩耍 帮助和分享 有一天 彩虹岛突然遭遇了暴风雨 花园里的花朵被吹得东倒西歪 友谊花也被吹得几乎凋谢了 小动物们健壮 决定要一起行动 保护它们心爱的花园 小动物们展开了行动 小兔子用它的灵巧和速度 帮助修复了花园的篱笆 小狐狸用它的聪明和智慧 制定了救援计划 小松鼠和小鸟则用它们的力量 帮助种植了友谊花 最后 暴风雨过去了 彩虹出现在天空中 花园里的花朵都重新绽放出 神机勃勃的光彩 而友谊花也因为小动物们的努力 变得更加美丽绚烂了 小动物们明白了 在彩虹岛上 只要大家团结一心 有爱互助 就能战胜一切困难 于是 它们每天都继续在一起 开心地度过每一个美好的日子 不愿意 3 。 1